完了 我觉得 好像那家超过他 对 那家好像比这家疼 出门喽 第一站米奇 我们已经到米奇斯的附近了 我们现在就走进去看看 今天是K5 有没有一些折扣呢 我现在最大的 concern 其实这家店周五到底开没开门 又到这儿来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家 Nursery 然后我有两家最喜欢的一家 这一家 是我之前发布的那个 在Long Beach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这盆这么大只要45 感觉还挺不错的 西游瓶种之 Monstera auber 就是它有一些这种颜色的花纹 就会很贵 它有标价吗 没有标价 没有标价 这有标价 Not for sale 太贵了 对 Not for sale不卖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更明显 这个Varigation 明白 Hoya 叫什么 Silver Splash 你看看 澳洲 这个是 Hoya Crimson Princess 然后 它就是中间是白白的 在我现在好像 一定会有 很多Hoya 还有小Hoya 这个小Hoya 这个小Hoya 这叫什么 Australia Lisa 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健康 因为这个摸起来很软 按理说应该是硬 健康的应该觉得很 rigid 这里还有小兔耳朵 这么小的12块 这么小 2inch 这个吧 又不是very gated 不知道这个 这上面12 诶 这个 快一点 没吃啊 快一点 这样 余老你在看什么 这个就是我上次给大家说的 就是 它跟 Adan Sonia 是一个类 一个品种的 但是它没有洞洞 对 这里卖8块这么多 这个有一点黄 这有些over water的费象 这两个看上去不错 可以买一个 每个好这两个 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这只好难还是这只好难 我感觉还行 我也觉得这只好 这好贵啊 这个是Cyber Blue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发蓝 有点荧光 我觉得这是荧光蓝绿的那种感觉 对 多少钱 65 对 这个在别的州大概 只要19块钱还是15 16块钱 而且很茂密 像这个就这么一点 看还有什么稀有品种 这个 这个也是Monstero的一种 不知道它这里卖多少钱 这里卖12 我们家有一个极大的 虽然也是4inch port 但是已经比较茂盛了 是我在私人买家那里买的10块 这有点overcharged 120块钱 对 这好像我不忘了 就是这个学名 反而是philodentrum当的一种 但是这卖的太贵了 这四人买家那里顶多也就50块 好 然后就是这个 上次我在另外一家买的8块钱 不知道它这里标价是多少 没有标价 ok let's go 这边就是相对比较rare一些 但是他们家的 就像我说的 他们家的rareplanet的价格 定的比较高 感觉有一些超过了我的接受程度的高 但是上次我们去到long beach那一家 他们的rareplanet的价格就非常合理 所以如果你们想买稍微rare一些的planet 就可以去那一家 这家的话就更适合买一些常见的planet 这也是philodentrum的一种叫green green emmer的好小 不是特别清楚名字是什么 但是价格很合适 不然人家一小只才都要卖20块 它这个增大了 然后这个18 上次我在那家店买的 还是20 还是18 我不记得了 但是那家店不要睡 这家要睡浅 这家看就是死的叶子特别多 那家稍微好不及 然后这个又是没有动动的阿兰苏妮 它也是有z的名字 和棒子 然后卖的也挺贵的 29 那家仍然蛮老实 感觉这次来了之后 niki是在比老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但是它这个29 已经比私人卖的家卖的便宜不少了 所以它只是比那一家稍微贵了一些 但是你看它很多那家就只有一盘 这家有大概7%在那 但是他们家不知道为什么 就照顾着很差 然后就有很多那种房叶子来 这个22 然后他们家你看这有很多就是brezil 后面有好多brezil 然后这个还是要比bigbox要贵的多 bigbox的这个才10块钱不到 这里也算便宜的L18 然后这个philodendron hardleaf 在那家8英尺的15 这个6英尺15 还是那家划算 然后这个那家没有 就是mabel queen 这家只要12很便宜 非常便宜 应该是 就以它的茂盛程度来说 只要12我觉得很合适 看着好像挺新鲜的 对看着还可以 有一些不好 感觉可以直接下锅去炒 大佬就一直说它很像spinich 大概12块 这个嘛6英尺12块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什么动 对你这个要等很久才能长出来动 然后它们的作为还算呢 就是这个Jade Puzzle 你看这个Jade Puzzle 就是没有任何varigation 大家可以跟Golden Puzzle 对比一下 或者有一些些的情况 就是什么 所以叫Golden 然后这个Jade就是完全绿 你看这个这么茂盛 才12块 然后小一点的 Golden Puzzle 9块 这已经和Big Box的价格差不多 这个是Singoni 但它颜色有点像Rusty的颜色 很喜欢 但它们家这个就是有钱 它那叶子有点小 它们这个Mabel Queen 应该比8英尺的泡 20斤 蛮便宜的 凑的好想凑 就特别适合 就是想要现成的Plant 对吧 然后这上面是Mikens 然后这是6英尺的泡 3块 Long Beach那家买的8英尺的泡 而且比它茂盛比它长 40 完了我觉得 好像那家超过它 对 那家好像比这家超过 然后这个Mikens 它给你加了一块$19 后面差一到$150 哦 很贵 但是它确实一些片 没有任何打算买的东西 我们已经从Plant Shop里面出来了 没有赚很久呢比了 你对这家店有什么新的观感吗 首先它并没有 Thanksgiving Special 其次我这次来对它的观感就是 它好像新鲜程度以及价格都不如Long Beach那一家呢 就Roselle对吧 Roselle Garden Roselle Garden Roselle Garden那家 我觉得 在同样价格的情况下 比它 种的更健康一些 且它们的泡会更大 这里的6英尺的泡 跟那边8英尺的泡 差不多是一个价 但是那边可能 常见Plants的种类没有这边多 但是如果你想去买一些像Mikens 还有Monstera那个种的一些Rare Plants 我觉得那边的价格更好 且东西也更健康 好 这就是我现在对这家店的总结 好吧 那我们继续开始今天黑舞漫长的旅程吧 接下来就和植物店没有什么关系了 开始正儿八经的shopping了 到时候看看有什么再给大家分享吧 拜拜